金车岛田庄司推理小说奖主办单位金车文教基金会今天公布本届小说奖首奖作品 由香港作家黑猫C.O.吉里德空间的杀人魔获奖将出繁体中文版并有机会翻译出日文版 金车文教基金会为鼓励华文推理小说创作并翻译成多语推广 取得日本推理小说名家岛田庄司同意合作办理这个奖项 他今天现身台北亲自颁奖担任评审的日本推理评论家玉田成平希指出 欧吉里德空间的杀人魔是道地的本格推理 他说这部作品明确指引出以逻辑和科学建构出失忆和幻想性的全新本格推理方向 主办单位介绍指出黑猫C.曾为了追踪日全时独自到北欧旅行 旅行途中被一本小说的结局感动动念写下这部小说 他于2015年开始在网路上写连带小说 这是他第一次写推理小说 黑猫C自到天庄司手中领奖赢得首奖奖金 新台币10万元 他至此感谢网路读者一直以来给他的鼓励 金车文教基金会指出本届小说奖有来自台湾 大陆香港加拿大等地共43件作品参加 评选分三阶段进行初选 由主办单位从所有参赛作品中选出7件进入复选 再由PC Home董事长詹洪志作家张国立和玉田成三名评审选出3件作品进入决选 最后由岛田庄司从中选出首奖作品 岛田庄司在颁奖典礼致辞表示 这个奖备受日本出版社注目 希望未来可引领华文推理小说创作 参与五届岛田庄司推理小说奖的詹洪志致辞表示 岛田庄司在小说奖创立第一届时 即表示华文世界会是未来推理小说重要的地方 因为华文世界有着多样面貌 这些材料可成为未来推理小说的元素 詹洪志说 然而这类小说在台湾没有太多发表的机会 金车文教基金会和皇冠出版合作办理这个奖 让创作者有向往及努力的目标 第一届得奖人王健敏今天也出席颁奖典礼 他告诉中央设计者 当年得奖作品至今已出版简体中文 泰文和韩文等版本